各位,大家好 肯定是有朋友已经看出来了 我在Vegas,Nas Vegas 但是这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别一样的赌城 Difference Vegas 这次我完全不介绍 赌城大道,Strip大道那一带 我介绍一个 不一样的Vegas 给大家展示一下 当地的Local People 是怎样生活的 约了一个当地的朋友 在这里见面吃饭 这是一个当地人 愿意去逛的一个 shopping area 一个市中心 是远离Strip大道 满眼望去 都是这种所谓热带沙漠的风情 当地的中午时分 在这个时候在80度左右 户外活动很舒服 有些热带沙漠的路 辣椒 在这个地方 パー技里也有些热带沙漠 来浓享用很远 鱿扎的 沙漠的 煎蛋 煎蛋 大家看到 眼前的这一片葱绿的地方 叫Summerlin 是Vegas的西部 想不到吧 在Vegas这个地方 这个沙漠之中 还有所谓的Waterfront的House 那个人在钓鱼 一般的意义上理解 加拿大俄都是在寒冷的地方 居然在Vegas也见到了 能相信吗 这是Las Vegas 有这么绿 这个区域是Las Vegas的西部 叫Summerlin 或者叫Summerlin 真可以称为是沙漠绿洲 提到Vegas呢 不能不提Vegas的Chinatown 这里的Chinatown 各种中式的小吃 各种风味 基本都有 来到Vegas 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呢 就是要看看这里的商品房 好 因为这里呢干旱炎热 所以我对院子的大小已经没有兴趣了 我根本不在意有没有院子 看房子呢 主要要看它的新材料的使用 特别是在这种保温 隔温的这种材料应用上 看看是怎么样的 这套房子就不错 除了下面这个厅以外呢 上面有三个卧室 另外三个卫生间 是food bathroom 很不错 这个新建的住宅小区呢 离strip大道并不很远 另外呢离商业区更近 旁边不到两个mile处就有Costco 这里呢再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小城市 Vegas旁边的一个小城市 叫Henderson 从Henderson的市中心到Strip大道呢 大概也就是30分钟的车程 很方便 Henderson在Las Vegas的东南方向啊 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的城市 incorpora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地方呢我叫它义市风秦 意大利市啊 风秦街区 很漂亮 很像那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那这里的房子呢也在出售 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的房子 从十几万不到20万美元到豪宅 3.4个million的豪宅 那据说啊 演艺圈的演艺明星们就在不远处的半山上居住 看了这一期的视频啊 是不是大家心目中的Vegas变了样啊 跟原来不同了呢 行 今天就到这儿 大家保重啊 再见 好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